美国国会众议院最近在华盛顿召开听证会 讨论中共摘取宗教和政治意见原式器官的问题 与会学者表示 在中国器官移植的来源除了死刑犯 还存在庞大的活体器官库 许多监狱犯人和法轮功学员都被活摘器官 9月12号下午 美国国会举办了中共对宗教信仰者和持不同证件者活摘器官听证会 主席作证者包括三名医生和一名前资深调查记者 前资深调查记者 捍卫民主基金会的研究员古特曼作证时表示 由于器官移植需求巨大 利润巨大 除了死刑犯外 法轮功学员甚至地下教会 国务沃尔和西藏等异见人士都成为摘取器官的来源 古特曼说 他从2006年开始 对中国的医疗人员和执法人员 以及50多位曾经被关押在中国劳教所的犯人 进行了广泛和大量的采访 根据他的调查和研究发现 中国的器官活摘出现在90年代后期的新疆 2001年 这种行为扩大到全中国 古特曼说 他无法提供中国家庭教会 维吾尔族人和藏民的死亡人数 但他估计 在2000年至2008年期间 有6万5千名法轮功学员 因为被摘除器官而死亡 魏伊华盛顿的反对强摘器官医生组织 发言人达蒙诺托指出 从2000年开始 中国的器官移植数量暴涨 中国器官移植中心的数目 也从1999年的150家 上升到了2007年初的600多家 而且中国的器官移植手术 大多提前定好日期 可供移植的器官数量庞大 这些仅靠死刑犯的器官无法做到 达蒙表示 他们唯一能做到这点的办法 就是他们有另外一个 按需可取的活体器官库 这就是为什么在一些情况下 器官移植手术本身变成了处决的方式 来自沈阳的赵女士认为 活摘器官超出了国界 它是对全人类的罪恶 每一个国家和政府都不应该沉默 都应该谴责和制止 每一个人也应该站出来 有所表示和行为 主持听证会的丹纳罗拉巴克议员表示 活摘器官是魔鬼的行径 盗取那些因为信仰或证件不同 而被监禁的人的器官 是严重的反人类罪行 必须尽最大努力 把参与这种罪恶的每个人都神之以法 罗拉巴克议员还强调 西方主流媒体没有对如此严重的事情 做出报导 这是新闻界的耻辱 原山东大学教授孙文广认为 中共政府应该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 并马上做出回答 回避是绝对错误的 中国政府应该做出一个答案 到底是有还是没有 要是真是有这件事情的话 那么中国政府隐瞒这个事实 或者甚至是一些官员参加这个事实 是一种犯罪的行为 或者气管呢 这种情况如果是真实发生的话 那么中国政府各有关的当事人 都是应该承担这个责任的 9月13号 美国国会参议院民主党参议员 巴巴拉鲍克瑟 与共和党参议员约翰·柯宁 联合提出一项议案 要求中共当局立即释放 由于为维权人士和法轮功学员辩护 受到当局迫害的人权律师高志胜 并在高志胜自愿的情况下 允许他请来美国与妻子和孩子团聚 从幼稚结束之后 法轮功的这件事情 和那个暴力计划生育的这个事情 应该说是中国人权侵害的 是最严重的两件事情 这里边都涉及到了 比如说对于人身权利的这种侵害 生命权利的这种侵害 甚至剥夺 大陆社会活动家胡佳还指出 高志胜在法轮功被妖魔化的情况下 还敢为法轮功发公开信 为法轮功辩护是志勇的表现 高志胜律师是无罪的 国际社会应该持续关注他的安危 新唐电视李莲 宋丰 中原采访报导